然后你伸素的内容 一般都是起平分嘛 它就整个会复合一下 整个 因为可能教练自己也不知道 你哪串没给我认 因为平衡目的伸素 你要成功是非常困难 因为上一场的话 我们中国运动员 上中中的 因为它要根据你 具体的完成的情况 一个是有些连接加分 算不算 好 先来看一下 现在中国队的平衡目比赛 第一位上场是黄慧丹 奔腿直脚支撑起劳力 你看黄慧丹的动作 比较优美 它的脚尖 膝盖 底身前轰翻 扬跳 动作交代得非常的干净 小翻后团 做得也比较稳健 交换腿腿腿跳 接后180前转翻 冷跳 捡腻松跳 测停 也很稳 目前为止脚下根深了根式的 力转360度 设计 这在单单完成得很好 交换腿结环 结环跳非常的标准 你看他的后腿已经碰到了头 下发 你看他的下发 加油 厚值900 广西妹子好样的 关键的时候顶住了 因为在高地杠 我们强项上实现两人次的大速 这样在平衡目上 我们一定要多振分 这样的话最后一轮次是 自由参数是我们的落降 所以能保持 現在追美國隊是比較困難 現在後面的俄羅斯 羅馬尼亞等英國隊 能不能站上領獎台 對我們的牌這是一個考驗 上場兩個項目 兩項零失誤 剛才肉死的申訴被駁回 維持原判